各位情学员 各位教员们 早安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到第194次的白阳圣性轮言读 那我们今天读的一样是 谨而信 犯爱众而亲人 好的 那我们先请淑娟来帮我们复习一下 昨天的 南平寄功辞训 以上训文 常自行 谨慎的谨书行草 谨训中训 为人处事有原则 圣言行 自行觉知 己培内德 下坛整理妙训言 上天用意 扶清官 人间善气 居天地 教化世俗人品端 此篇训文与清德蒙德集合成 谨而信 以此致勉 散导众生脱离苦海 得登法传 明佛 南平寄功辞训 完整训文寄乎三 根本源流 虚探源 能人守本 行有此 君子大致生长权 为人表率修内外 迷雾慈吉 生浅缘 善用己生好机会 善体天人 慈心眠 自助人助 天助满 人生过程 乐无边 明确人生之方向 速奔脚步 法善贤 力智 力品 增功下 明心渐性 脱敖肩 乃此因言 实殊胜 莫清己任 明征权 为人当要 四本位 书未前行 无脑凡 世俗浅见 必正见 计较万般 空碑连 明透人生之真谛 应做心明 胎创前 圣皇兼顾 人所愿 使命担当 再尽前 因缘所至 感恩念 乐天之命 心许天 考验挫折 平常待 心安得放 妙性贤 好自体味 身上道 二六十中 悟求远 师徒缘混 戏长远 共度九六 返先天 南平山上 陈世约 若入返间 起妄怨 徒儿徒儿 树觉醒 天时不待 请加编 好吗 为师批讯 事已断 细细参与物 田中田 各中之味 以长片 不往来此 游人间 欲止欲击 谈中瘾 祝福徒啊 乐开言 好的 那我们昨天 就是来到这一夜 那我们今天要接下去 刚好是锦儿信的得志 那我们先来攻读 我们佛老师给我们的慈悲 来 谨慈 既恭活佛慈讯 古道莫清气 良心本念 动容活泼 玲瓏剔透 圣道莫偏离 善指本源 宁静安和 快乐无忧 好 这个政坛师啊 一开始佛老师给我们勉励 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个道 并不是什么新玩乐 也不是科学时代的产品 今天呢 这个叫做古道 所以古道就是圣人传承下来的 圣圣相传的 有圣人的慧命在里面 有天地的真理在其中 所以古道嘛 不要轻弃 就好像物气圣性 物气经典 良心本面 因为古道所讲的这些道理 就是在讲每个人 本质既足的 良知良能的良心 动容活泼 玲瓏剔透 古道呢 是希望每个人都恢复 良知良能 都用良心 用本性 佛性 来对人 对事 其实呢 这个是很活泼玲瓏的啦 就像我们的佛心本性 也是非常的玲瓏剔透一样 就像一颗摩尼宝珠一样 要把它用出来的话 圣道莫偏离 善指 本源 所以这个古道也是圣道 莫清气也等于莫偏离啦 所以我们要尊道而行 这样我们的善良本质 才能恢复本源 宁静安和 快乐无忧 那我们能够回到我们的 佛佛婆婆的本心本性 但是呢 它是非常宁静祥和的 也是非常快乐无忧的 好 来我们继续来研读 文昌帝君给我们的慈悲 来 我们请宿珠姐 文昌帝君辞讯 要如何重振刚纪 要从生活中来重视 莫以为在隐为之间无人知晓 要知点点滴滴 上天撩如指掌 研读圣训 就要与那位生活心心相问 可别将经典与生活的圣训 当成故事一般 将来留给后世 为赖白羊的宝典 所以好好研读宝典 当知天之人现今 正逢好时机 正是白羊成事而起 要问问自己 有何志向 身为道常的栋梁 就得要实实在在 学而不失则不足 失而不学更不云 好 我们非常感谢文昌帝君 给我们的慈悲勉励 特别交代 这个白羊宝典 白羊的宝典 要好好的研读 像我们每天早上读的圣训 其实就是先佛的圣训 也是白羊的宝典 文昌帝君说 以后啊 这个白羊宝典啊 是将来后世啊 后世的人 为赖白羊宝典 例如说 将来大家都要读了 因为要靠白羊宝典 靠这些圣训的指引 人类才有一个未来的方向 所以我们现在呢 算是白羊趁势而起了 大家都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阴眼 恭逢其胜 就好好努力 尤其身为道中的栋梁之才 更是要看重自己 实实在在 好好的学 好好的去做 学而不失 则不足 失而不学 更不云 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请 立平 记供我佛辞讯 适实物者豪杰士 步步为银流足迹 得业见肯荒原 明镜至远 逢尘万里 守到明治物本末 见驴堵石 殿圣基 率众楷模为直脯 无安巧诈 望念习 适实物者为尽绝 那佛老师说 适实物者为豪杰 希望我们能够知道天使 知道现在 白羊时势的发展 很重要 要适实物 要好好去做 当一个时代的豪杰 步步为银流足迹 但是呢 也要很踏实 步步为银 也不要浩高勿远 得业见肯 荒原 就是好像我们去开荒一样 见功利得 没有那么简单 每一个地方 每一件事 都要像开荒一样用心 就像你开肯一片荒地一样 最近回来我们明德园觉得 哇 这块地呢 一段时间呢 我们还是得要每天每天 都要用心在这上面 一段时间没有回来 就觉得 每天的功课好像 有好几天没做一样 那现在集中在这几天要来做了 所以开肯荒地没有那么简单 宁静自远 盆尘万里 所以福老师勉励我们 每个徒儿都能够盆尘万里 好 请努力 守道明治 物本末 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 要把道守好 志向呢 要很清楚 那不要偏离人生应该有的努力方向 健离赌食 垫圣祭 好好去努力 一步一踏食 健离赌食 这样才能够打下自己的圣机 率众楷模为止谱 当众人的楷模 道中无魔幻 自我力标杆 无巧诈 妄念 妄惜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做标杆模范 自己一定要先修好 自己的心念 自己圣读的功夫 一定要先做好 来请美心 文昌帝君 持讯 要知东西方的文化之不同 要取其优点而交流 俄人们都知晓 西方的文化死于古希腊 而东方文化呢 中国的古圣先贤 与西方的责任 没有一个不为道德而分 只是十六一九 这宗旨宴旨了 今日道将鲜罗国 也有咱们的文化传统 要选其精神之处 逮得不足之处 乃是修道仁 移工艺术的誓愿 道是包容的 是包容万象 既然天生万物 万物有其 好 地精很慈悲 从东西方文化的优点 来跟我们启发 西方文化 有西方文化的 它的优点 所以呢 像有些西方很有名的责任 比如说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其实他们也都是 一开始都是为了 这个道德而发分 只是传承久了 一代传一代 难免都会变子 中国古圣贤也是一样 大家一开始 知道这个道德的尊贵 都是为这个而努力 但是 在一代传一代的过程当中 这个慧命的传承 这个道要守好 有时候并不容易 那再讲到显罗 今天呢 文昌帝心是来到了 泰国 现身来跟大家说话 跟我们慈悲了很多 从昨天讲到 今天有很多内容 真的很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其实讲来讲 其实都离不开这个道 道是包容的 包容万象 既然天生万物 万物就有其责 万物的这个 原理原则 叫做自然的法则 自然的法则就是道 因为人法 地地 瓦天 天瓦道 道法 自然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天地万物的自然法则当中 来体会 来了解这个道 接下来我们 请文俗 既攻佛佛 资讯 以身世道 真善美 乐和忧心 尽高低 先胜 后胜佛 离道 大快人心 斩书 鸡 以迷入雾 非偏执 殊途同归 反顾 惊然开朗 神社喜 举直 触网 典范提 好的 佛法老师勉励我们 最重要 一再叮领了 就是 自己本身 一定要先修好 先做好 以身世道 把真善美 在自己的身上展现出来 自然能够把这个道 在我们生活周遭 去推展 让一切变得和乐 大家就 不用担心 这个道 推展不出去 其实 关键就是 自己本身 每个人都应该从本身 做起 以身世道 心境有高低 就看我们 以身世道 能够做多少 看看以前的 古圣先贤 先圣后圣 也都是 不离这个道 以这个道 作为一切的准则 努力去实践 自然 能够把这个道理 产扬得非常好 大快 人心 产书籍 引迷入雾 非偏子 我们今天呢 就是为了救度天下 苍生 希望能够引迷入雾 让这些兄弟姐妹 我们的兄弟姐妹 大家都晓得要回天 为其理天 故家乡 这个叫殊途同归 返故居 有一天 大家了解这个 到了尊贵之后 就会豁然开朗 神色喜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 栽培人才 用人才 挤持戳诸王 这大家就可以 当作一个典范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读 《地经给我们的慈悲》 那我们请历俗讲诗 文昌帝君诚讯 在万事万物中 有一个智灵 常而不变的事理 常而 便而有常的事数 便而无常 就是一个结束 一个变数 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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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一个变数 所以这个数啊 理数 人皆在这五行当中 束缚者 唯有真理不变 自用于圣德无肉 才能够净化人生 哦 《地经》跟我们讲 那个 那一种真理不变 圣德无肉的那一种道理 这个道理啊 其实就是天地间 那个永恒不变的 也叫做常而不变的 那个理 那世间呢 有变 有数啊 有时候变而无常 有时候一个变数啊 一个理数啊 人就会被束缚 这个数呢 就好比五行 五行也是一个数啊 人就在这当中 就被困住啊 所以要超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这当中有很多 圣人教导的道理 好好的把它行出来 也可以进化 每个人的人生 指引人生的方向 好我们 来请问陆老师 激光符合词训 以上训文 训中有训 而且的儿 行草书之 率众楷模 模曲目 而训中训 甚大莫偏离 上职本源 临近安和 快乐无忧 下谈整理 通力合作 妙训完成 祭晚福山 明佛 最后这边 佛老师交代 这个儿子的信中训 那特别提到说 帅仲楷模 这个模曲模 所以可见这个 要当个标杆模范 然后 圣道莫偏离 也特别提到这一个 然后 善子本源 临近安和 快乐无忧 这个是 佛老师给我们的祝福 希望大家每个人 都能够 临近 快乐 祥和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再来攻读 我们请业力讲师 文昌 帝君 持续 时代的先进文明 正式提醒了咱们 道德的颓废 难道咱们身为修道士 不该以此为隐忧吗 文字 文化 息息相关 没有文字 代表不了文化 可是文化要活络 好的文化 要有道的精神 这东西方的文化会衰微 其中有个重要关键 乃是失去了道的精神 今日咱们白羊修士 皆奉天成韵 季度三朝 咱们该向上天表白一番 好的 易经跟我们讲 跟我们慈悲 现在呢 我们要看到 道德的颓废 我们 每个白羊修士 都有责任 那我们身为白羊天使 难道我们没有 感到忧患吗 看到道德的颓废 难道我们没有那份 责任感 跟那个动力吗 所以我们应该 要借着文字 这个文以载道 虽然说 文字 道不载文字 但是呢 文字可以载道 文字也可以 代表文化 没有文化呢 也很难把这个 道的精神内涵展现出来 所以 这个地经勉励我们 文化会衰微 就像东西方文化会衰微 但是呢 道的精神不能没有 这个要传承 文化呢 毕竟它是以文字啊 这些形象的东西为主 但是道呢 是无形无相 它是以精神内涵为主 所以呢 道德精神的传承 是每个白羊修士的人 很重要的责任 当天下的道德 颓废的时候 叫做天下逆 就要言之以道 好 那现在我们请写清 既恭活泼慈性 三僧有幸 圣道逢 良好姻缘 圣御灯 天降法传 良善度 有缘速奔 创前程 明时一指之真谛 回光返照 己认清 儿子古义 乃一穴 起开妙俏 悟道宗 报道宗旨 运灵起 上天用意 博士清 好 佛老师特别这边 给我们勉励到说 这个儿字啊 是一穴的意思 这个古义 那一穴 那这一穴在哪里呢 这一穴就是我们的 弦观妙俏啊 那我们今天呢 真的是三天 三仙 三生有幸啊 那我们得受明时一指点 把我们这个 庙窍给开启了 所以接下来 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我们要好好去参悟 要懂得回光返照 认清自己 要懂得报道宗旨 要懂得 明师一指的真谛 好好地 把握这个善因严 努力地奔前程 好 这个 一穴的含义啊 很重要 这个就是 佛老师给我们叮咛 要好地参悟 好好地去实践 去努力 好的 那我们 再来邀请俗娟 文昌帝君事训 在不可能之下 在危急之下 咱们要转为正念的 所以贤士们想想 而今日肩上的责任重不重 岂可掉以轻心呢 要知 人的一小步 影响了天地的正气 咱们一步正 一念正 天地的旋律 就随之引导 所以别小看修道人的 每一脚步 你踏踏实实的 往正路上去走 自然就能减少一些 邪说乖揣的事发生 文字是经过了 多重的变迁 才留下今日的精华 咱们身为修道人 只能不经千锤百炼呢 好 地参给我们的勉励 这里有几个重点 真的是非常好 第一个在危急 之下 也就是今天这个时代 充满各种危机嘛 那我们自己一定要先有正念 如果我们自己呢 就抓不住自己的 应该有的那一份政治正见 那我们跟着外境啊 其实流转的话 就有可能随波逐流 所以地经告诉我们 不要掉以轻心哦 每一个人的一小步 就会影响到天地 影响到天地的正气 这一步正 这一步正 一念正 这个正气就会 长存于天地间 另外呢 再跟我们讲到第二个很重要的重点 他说这个文字都是经过千锤百炼 经过很多的变迁 所以才留下今日的精华 所以我们每个修道人 也要经过千锤百炼 就像这些文字能够流传 能够在每个人的每天当中去使用它 这些都是经过千锤百炼 那我们修道人 当然你能够成为众人的标杆魔幻 能够成为后人 每天每天都会去称颂的 都会去感念的 那一定也要怎么样 经过千锤百炼 接下来我们再来请素朱姐 好的 佛老师慈悲 希望我们二六时钟 要懂得修炼 从我们的起心动炼开始 都不要理道 这个就是修持的功夫 要精益求精 要更加提升 但是修持也要懂得活用 活用我们的妙智慧 佛用妙智慧 做事才有办法 做得好 而且能够很从容 能够把事情成立就烈 太从容 就把事情做得很省力 而且做得非常好 有条有理 又很从容 不会急急忙忙 人要有这样的智慧 这个叫做活用智慧 乐道不疲 伴左右 人生过程 路顺风 接下来老师勉励我们 一定要安平乐道 而且乐道不疲 疲心待业 在所不止 人生的过程莫过于 有这么一段可以努力的过程 那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老师祝我们顺风 一路顺风 但是呢 逆来顺受 一定也会有逆境 就算逆境来 我们也要欢喜做 甘厌寿 心中坦然 真我成 只要我们问心无愧 我们光明磊落 我们坦荡荡 这一切一切 自然而然 那都能够 恢复到我们 本真 也就是 沉静本心 无杂念 那个真我 就是一个清静的我 一个赤子心的我 那样子的纯真 那样子的没有杂念 世心妄想 主前行 千万不要有很多的世心妄想 那个会变成我们的主爱 请谨慈来帮我们读 文昌帝君辞讯 安文昌 不只管文字 只要闲事肯发心开荒 产道 安也会助你一间 因为咱们都奉了皇母之命 在有行无行中 都要搭帮助道 可是贤士别忘了 开荒可别忘了 把道的文化给带出去 如果贤士怀的是私心 叫俺怎助名呢 现今欧风 梅雨 欲高的文明 就欲把人性的自私 展露无遗 唯有借着修道 唯有借着修道半道 发出无私的大爱 咱们应当怀抱天地的正气 更应传达上天的慈爱 步步为营 身为带天宣化的白羊修士 要自重自爱 好 我们感谢地经给我们的慈悲 也给我们一番叮铃 就是开荒 不要忘了 把道的文化 也要带到当地 那什么是道的文化呢 道的文化 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 要把道落实 要生活有道 就是那份关怀 那份关心 那份用心 那份态度 真诚 这是对人 另外呢 我们能够带天宣化 宣扬古圣先贤 流传下来的宝贵的真理文化 但最重要就是 这些圣人的道理 我们要拿来 在生活当中去实践 因为今天欧风美意 文明越来越高 代表科技越来越发展 但是呢 人性的自私也展露无遗 所以我们要借着道的文化 每个人把道的内涵展现出来 那一份大爱 所以道的文化里面就是无私的大爱 同时呢 道的文化也代表天地的正气 这一种慈爱 这一种大爱 这一种天地的正气 有赖 每个百洋修史 好好的去 带天先化 所以最后 第一经希望我们自重自爱 每个人都要自我要求 把道的文化 带到我们身边 带到我们开放的每个地方 带到我们的生活 好的 那今天呢 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先读到这个地方 各位前请坐 行渡坐过都可以 坐请转坐 来 我们还是利用两三分钟 大家一起来凝集我们的太和炎气 每天每天为这个天地间 注入这一股祥和之气 好 现在请大家 菩萨低眉 就是眼观鼻 然后呢 找回我们的菩提心 就是鼻观心 来到明思一点处 那个叫做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好的 当我们眼观鼻 鼻观心 心念来到明思一点处 你会有感觉 代表明思已经帮我们开启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深呼吸 当深呼吸的时候呢 记得用我们的意念 也把太和炎气牵引进来 到我们前身 到我们丹田 到我们的脚底 再呼出来 好 这一呼一吸 而且最好是深呼吸 让它更能够充满我们的前身 好 在这个一呼一吸当中 就是我们今天有读到的 这个额字就是额 就是一瀉 因为这一瀉打开了 这个妙窍打开了 所以我们可以 把这个前身唯一的阳窍 其他都阴窍 这一窍打开之后 就要会用 显观妙窍 用它来修炼我们的太和 因为道在身上 就是说太和 所以今天讲到道的文化 要展现出来 首先呢 就是要先把这一股 太和之气展现出来 因为道就是太和 所以要不断不断的 自我的要求 自我的修炼 让前身充满太和延期 当然 不可能我们一下子就能够达到 就是每天每天 时时刻刻 我们 不要忘了 我们要从 这个妙窍来多修炼 我们的太和 切记不要做 不要让自己 讲话做事 伤了和气 伤和气 对自己的受伤会更大 当然也会让别人受伤 所以 常保太和 人际关系才会好 各方面才会顺利 也才会有道气 那常常花脾气 伤和气 这太和之气就没了 所以一定要好好修炼 改毛病气脾气的用意就在这里 好的 今天 我们就 共同学习到这边 感谢天师德 也感谢各位前贤 感谢家人们的共同参与 感恩 谢谢 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祝福安 顺顺利利 充满正能量 谢谢